大家好,我是一球,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再开点卡包 大家看到了,商店里有134个卡包 我之前做了一期一圈人民币的卡包,大家反映还不错 反正现在手里有钱,金币留着没用 我们再开一点134个卡包啊,核算还是100万的金币1000元的人民币吧 然后这次开卡包应该跟Favor19更像一点 我模拟一下Favor19初期一圈人民币能开出什么来 因为现在一些特殊卡已经基本上没有了 唯一能开到的特殊的卡就是我们现在在画面中看到的这Team的Week Favor19初期的时候也只有黑卡,然后还有一些普金什么的,对不对 看看我们能开出什么来 这次开的估计肯定不如上次好 但是我们看看到底有多糟 哎呦,第二个开门了,运气可以啊 你准备打我脸吗 反正告诉我,如果19我要磕的话,能开了多少好圈的意思 而且竟然我合了两张银的 你也太不要脸了吧,给一张了不起了 接着补你开个门 来来来,阿根廷 纯将也不值钱,虽然是让83的 能卖1000,游戏初期卖个1000,1500了不起 我开到这会儿了,我都怕这期视频剪不出来10分钟 我们开了这就小20个了吧,就开了两次门 哎呦,这张上84,这张可不好抽 这竟然是一个普金的84,这好像是一张唯一张普金的84吧 极鲁我就算放进来啊,极鲁虽然数值不高啊 但这个游戏初期,如果真能开到它的话 毕竟还算英超大牌球星呢,是不是 可能也值不了几个钱 将就这放在那边吧 因为我们现在开到不前为止啊 开了这个,这个30多个了,基本上30个了 就开了两次门,真的没有什么,这个,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出来 太差了 终于开门了,第三个 西班牙,前锋,莫拉塔吗 还不是啊,阿德鲁比斯,天啊 献祭的货,虽然数值高,没法用 这第四个开门,AC米兰 莫拉,温图拉,83 诶,又开门,这快到一半的时候疯狂开门 又是西班牙,门将 我敌凡难不得啊 卡西利亚斯,卡连斯虽然也是83啊 但是就没值过钱 因为门将这个位置,虽然数值比较高啊 但是也不值钱 而且他此外联赛又不是太好 再开67个了,已经开了一半了 可能一半多,因为中间还送过 还送过一些什么租借卡包 所以现在卡包数量其实比开之前可能还多个两个 但是我们目前开门开了几个呢 开了四次吧,还是三次,我记不清楚了 大家看一下 稍微好一点,球员都在这 还算记录,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个,布鲁诺开了两次,就算八个吧 就开了八个,83,84 加一块能卖到一万块钱吗 不是一万块钱,一万个金币 太惨了 五百块钱人币就开了这个 这五星花式我也要没有更新 我想中,谁要给五星,扎哈给的是五星 一步又给回五星了 还有谁,我记不太清楚了 有那么搭配吗 可能有吧 哎,终于又开门了 凯塔,说到凯塔,凯塔来了 我现在担心这个视频能不能剪够十分钟 可能五分钟就够了 我现在担心这个视频能不能剪够十分钟 可能五分钟就够了 他就是不开门啊 有人办法 我这也要真是就模拟一下 如果十九生这么开的话 现在也花了小一千了 屎还没出来呢 这根本都不回本啊 拿一千块钱干什么不行 我自己,说真的 他开卡包给我挣了点钱 我自己交易交易,一礼拜都出来 一礼拜都时间都长了 半个礼拜都够了 就够了 我干嘛费坏钱人民币 开自己开卡包 哦,还有十个卡包 最后把十个,最后十个结出来了 这开了还要让十个 前面加一块 可能开了九次门 大家觉得 好,是不是一球太非洲了 运气太差了 这个对不对 他也不会认识我 这应该就是正常玩家 开卡包的水平吧 游戏初期可能也就是这样吧 反正这些球员啊 体能卡啊 这些消费卡啊 反正也能是不是回点血 这可能就是 这不是可能 这应该就是大部分玩家 十九开晃时候 开卡包的这个样子吧 很偶尔或者很少的玩家 才会开到一些特别好的卡吧 也只有很少或者很偶尔 开到特别好的 开到特别好的卡的玩家 才会去社交网站上 把这些东西晒出来吧 然后显得卡包可能还不错吧 因为你开的不好 像我这样我也不会去晒 对不对 我拿什么晒呢 一千多块钱人民币 然后八张八十三八十四吗 反正其实这些钱 也是大家自己的钱吧 不管是你父母的 还是你自己挣的 你选择这游戏初期 开一些卡包 灰一些血 开一些荒啊 都是你自己的决定 你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有自己这个对事物的判断能力 和这个方法 它概率有多低 我相信玩过这个UT的 玩家应该也知道 没玩过的 看我开卡包 大家应该也知道了 自己做什么决断 都是你自己的这个 独立的判断 终于啊 在我这不停卷你的情况下 终于给我来一张黑卡了 一张垃圾黑什么 八十二一张黑卡 其实话又说回来 如果懂这个UT投资的话 第一周的黑卡啊 还是值些钱的 因为第一周的黑卡 毕竟这个开开卡 开卡包的人还是少一些啊 但是垃圾黑 你说能有多值钱的 对不对 你要是像去年一张 来一张黑卡玩一下 还是能回血回不少的 他能到时能支多少钱呢 我我其实说不太好 四五万了不起了吧 毕竟这张卡要速度没速度 要身体没身体 要联赛没联赛的 八十二数值 你说我多高 没多高啊 我只是想说 大家不要觉得我飞啊 大家说谁飞啊 或者谁我啊 都是半开玩笑的 清楚 我这开了一百多个卡包啊 就开了这些 它概率总是有 有规律可循的吧 要不然数学就不用学了 对不对 航天飞机也不用上天了 这些卡包是租的 这是卡卡包工程中 送你一些卡包 虽然开门了 也没用啊 你租借其思想物乐 有什么意义呢 对不对 最后再大家看看 我这开的这些卡包里 全都有谁啊 除了这些垃圾 83 84之外 最好的就是一张黑卡 当然黑卡 应该也不值钱 真的是太难用了 现在也不好 速度也没有 射门84 你这种数值 你用着买黑卡 对不对 德加你随便找一个 没准儿 随便找人家普金都比他好用 做个卡尔巴视频 一是游戏默契 让大家乐呵乐呵 二是就是 是不是给大家做个实验 大家看看 这个卡包掉率 到底怎么样 好了 我们今天这期节目 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 不要忘记给视频点赞 还有订阅 或者关注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